结婚证还有什么作用呢 百姓评说当今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近日上海一豪宅热楼盘摇号被叫停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部北京天坛八两张歌 以百姓的角度谈结了此事 直言颠覆了三观 请你点赞关注 一起听听吧 我突然看到一条消息 你们能听说了吗 叫上海云井东方那些事 6月1号恐怕是上海方面 人呢包括义闻服务 包括黄牛 还包括有一些比较穷股的老百姓 你看这层次 最穷的 黄牛 最富的 这黄牛就跟那一个 调量是来给他们嫌疑起来 对 嫌疑起来干什么 认购 抢了 抢 这事咱们讲是 证据一说 我呢 看完之后 我等于颠覆我三观了 第一个颠覆的就是 年轻人都说躺平躺平 我老 你再看看 义闻服务 他还不躺平 他还在34度的高温下 还挥寒入雨 骄阳四射的时候 他还在平 你躺什么平 这些 第二个 我就觉得颠覆我 认知的是什么 人类是呢 是 这个黄牛 黄牛能够摆这些复合条件的 然后跟他们撮合一起进行 假结婚 以至于等于到舌宴的时候 有关人员问他 你叫王王某啊 他呢 啊 叫不出名字 你看 这一看 没有 当天就要接的 或者前两天就接的 也上这抢了 怎么说 这个事发展到后边 还有介绍什么 说这结婚证 人家闻闻还有那个 是一拟 还是还有默契 你看就看 后来我第一次感觉 结婚证 原来还有这作用的 原来我认为结婚证 是那一种神 很神圳的东西 在我们这个老历代来说 这结婚证 是通往神圣殿堂的一个通行证 是不是 很神圣 又现在怎么让资本弄成这样了 等于通向财富 或者是攫取财富的通行证了 我觉得这 这这真是 让我三观改变了 我不禁想起 谁原来资本论理 哪个资本 怎么做我 简短讲 有超过资本 超过50%的利润的时候 他会不作手朵断 就要进行冒险 对 那么将来将来要超过 达到100% 他可以免失法律 他进行践踏法律 如果达到300%的时候 他宁可知道 冒过的脚上脚平下的风险 他也干 对 后来我觉得在这一件事情 给咱们全国人民演绎了 这么一场闹劇 这闹劇我认为它特别不好在哪 第一 它影响极快 上方 是吧 有关领导说了 房顾不吵 吵 继续吵 顶风过暗 第二 国内国外都看咱们的笑 这结婚者都变成了这样 是不是 可是话都说到这份 有时候我呀 痛痛思痛 作为我这一年七个岁的人 我要评价这个世界 你也别光赖 光赖这些 这一般富翁 你也别光赖这些 黄牛 甚至说跟他们一块造假的 那些贫穷的老太太也好 是老头也好 是老光棍也好 还是总裁也好 他也为了这个 你们知道给多少钱吗 黄牛五六十万 跟他配合的五六十万 是吧 所以说我就觉得 他又创过好多知悉 首先黄牛 我认为导买票 用了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 是吧 歌姓也好不好买 或者求不出票 到头了 这一下能挣五六十万 真的 我就我感觉 这件事我也不想再说 因为我这有时候说 到时候就生气 对我身体也不 我就觉得 这一件事我刚才不说了 不赖这三某人 你们将来以后 这种事情老百姓早就知道了 上海市老百姓都知道了 你们现在做出这个决定停了 当然是对的 可是你们要是究其原因 是你们这个政策不好 也就说你们设置这个礼宝 有空 可以让人家钻 所以我觉得 不管专家给政策出的政策要好 还在这方面 是失职的 而且定这个政策 是不怎么样的 禁不住历史和时间检验的 得了 我今天也就这么说 说这么多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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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这个视频 您有何感触呢 难道人为了钱 真的可以不择手段冒险吗 真的可以践踏法律吗 评论区一起交流吧 我是北京妙姐 咱们下期再见